本次公军针对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裴洛西来访 在台海周边举办了密集的军事演习 而且跨越了海峡中线 有以前的这个退伍的国军的高阶军事将领指出 假如中线没有了将来很容易插枪抽火 基于下列三点思考我并不是太同意这种看法 首先就是中国大陆从来就没有承认过中线 中线是我们单方面的宣布 希望建立一个虚假安全的假象 但是这个中线中国大陆从来没有遵守 所以中国大陆绕过中线或者越过中线 这个一直在近年来一直不断的发生 所以我们到现在还是要着眼在那个中线上 那是自我欺骗 第二个这个假如两方很可能会插枪走火 真正的原因就是会相互接近 但是相互接近未见的会真正的就是每次都会插枪走火 最重要是在于双方能够自我克制 而且不要去挑衅对方 而且产生意外的冲突 那就是要姿态一定要表现正确 不要做一些敌意的行动 那也就是说真正的问题要解决两岸 避免插枪守火 就要建立沟通对话的机制 无论是政治或者军事之间直接通连的管道 而且也要避免海上之中或者空中之间 基建相互接触 那这个东西就叫做QS 也就是海上基建相遇的行为准则 美国与这个前苏联或者跟现在的解放军舰艇或者战机 在空中以及海域经常接近 但是他们却没有产生任何的问题 那他之所以靠的问题是 就是避免这些意外的冲突插枪走火 靠的是什么呢 就是双方坐下来能够拟定出某些真正相互相遇的规则 所以重要的现在我们希望跟中国大陆之间 这些共军的舰艇跟机舰 这个不要产生冲突 重要的是建立沟通管道 就算你不越过中线 现在人家将来也会越过中线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重要的是建立沟通管道 而且能够对话 而且建立相遇相互遭遇的行为准策 最后一个我必须要呼吁 我们的政府当年是因为要表达政治姿态 所以一直退让 让我们的军事活动不能跨越中线 如今人家都已经跨越来 政府是不是应该考虑解除这项限制 而且让我们的机舰能够跨越中线活动 而建立适当的防御众生才是正确的做法 我们再正确认 我们就不能够地保证